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TED今天邀請我來這邊分享關於這趟航程 那在分享這趟航程之前呢 我想讓大家看一下影片 今天來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關於 其實是今年七月 我參加了一個太平洋垃圾窩流的旅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旅程呢 其實這個起因應該回溯到我國中的時候 我的父親帶我們全家人到帛琉去旅行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在海平面之下 有這麼美麗的一片一個世界 所以我愛上了海洋 可是當時的我其實就是一個平凡的國中生 就也許跟在座很多人一樣 生活的重心除了念書還是念書 然後我就這樣引入念念念 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 那終於呢有了一個穩定的工作 符合父母的期望 但是我的心中其實一直對於海洋 有一份很深很深的喜愛跟激動 所以當我有了工作能力之後呢 我就到了花蓮 我希望可以住在一個更親近海洋的城市 那到了花蓮我除了在醫院當藥師之外呢 我也擔任金屯解說志工的一個工作 那雖然如此但是還是不能夠滿足我 所以兩年之後呢 我就再次的進入校園 然後進入海洋研究所 探索海底下的珊瑚礁世界 這樣似乎已經很接近海洋了 但是其實我還是常常在想 當我們尤其站在台灣的東海岸 你往外海望出去就是一片的展覽 那到底在海洋上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一直好奇著 但是其實我一直沒有那個動力 或是那個機會真的能夠去航行 那直到我看到了這張照片 這是一隻六個月大的 信天翁一種海鳥 死亡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胃內 其實充滿了各種物質 那這些物質其實都是塑膠碎片所組成 那你仔細的去看它其實 甚至有打火機還有瓶蓋 還有各式各樣出現在我們每天 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塑膠用品 那除了這個照片之外呢 還有更多海龜 甚至安康瑜 住在深海裡的安康瑜 肚子裡竟然有塑膠袋 或是這隻烏龜 它因為小時候呢 被這個塑膠套套住之後 它長大之後變得很有腰身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不是正常的 但是這個事情不斷地發生 那開始呢我去搜集去了解了一些資訊之後 我發現很多的報導說 太平洋上呢 會有一個垃圾窩流區 它的面積竟然有台灣的39倍大 甚至有報導說呢 其實是有一座島嶼 那有些人真是異想天開 覺得現在氣候變遷 海水海平面漸漸上升 這些沒有地方住的人 也許可以住到垃圾的島上去 那但是還是有一些報導說 其實這都是太誇張了 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個島 或是這樣的一個窩流區存在 那眾說紛紛 其實我想生活在這個島嶼裡面 我們很多的資訊都是接受外來的 到底就在我們的旁邊太平洋 太平洋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親自去看一看 所以今年的7月很幸運的 我得到Keep Walking的一個贊助 那有了這個經費 我參加了一個研究調查的航程 那實際的航行在太平洋上 想要去了解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團隊其實 這個研究團隊不只有我 其實是來自7個國家 13位不同背景 有攝影師或是科學家 社會學者 共同組成的一個團隊 那我們搭乘的船呢 是這一艘海龍號 其實它不大 大概只有72英尺 大概只有20級公尺 這樣的一個帆船 那我們用帆船的方式呢 希望是可以減少污染的方式 去了解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其實我們的船 從夏威夷出發 然後到溫哥華 實際的天數呢 大概是20多天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從亞熱帶到溫帶地區 其實氣候的變化是很大的 但是為了更了解這些 就是因為我們的路程 就是經過傳說中的 這個垃圾溫流區 那為了要更了解這個溫流區 所以我們的航程 必須要這樣子的航行 好 那剛剛有說過 其實過去我從來沒有任何 做返船的經驗 也許在賞金船上有 但頂多就是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從來沒有21天 都在海上 所以除了對我是一個新的挑戰之外 其實對我們所有的團員都是 我們13個團員裡面 只有三位是有帆船經驗 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須 但是船務工作 必須要所有人共同去分擔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著 怎麼開船 然後學習著怎麼睡覺 因為大家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做帆船 才知道原來帆船在行駛的時候呢 它永遠是有角度的 不是往這邊請 就是往這邊請 所以你的重心其實是 跟你在平常走在陸地上是完全不一樣 包括水流的這個角度 都必須要重新的去習慣 那船上的這個船 我們睡的地方呢 就是像吊床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小心 把自己牢牢的綁好 否則一個大浪來 你可能就會滾下來 那船上的衛浴設備呢 其實基本上我們只有兩間廁所 很不幸的在一個禮拜之後呢 某一間廁所就堵塞了 所以我們只有一間廁所 13個人一起使用 所以大家非常小心的呵護 那另外就是在通訊上面呢 其實我們算是與世隔絕 因為通訊在海上必須要靠衛星 那衛星其實是非常貴的 所以我們船長大概每天會 可能五分鐘的時間 那把大家想要傳出去的資訊呢 大家先把它儲存在電腦裡 然後再用那五分鐘呢 把它傳輸出去 或是接受外面的訊息回來 所以船上的生活其實是非常 就是 其實是無聊 真的很蠻無聊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不會覺得無聊 我還記得剛出海的時候 我非常的興奮 坐在甲板上享受海風 大概過了四五個小時之後呢 就開始慢慢覺得不大的對勁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船長就跟我說 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待在甲板上 那第二個呢 就是去床上睡覺 就是躺著就對了 那當然在甲板上又很冷啊 當天色越來越暗的時候 其實海風越來越強 所以我當然就連滾帶爬 趕快爬回我的床鋪喔 那就這樣一躺躺了三天 真的是三天喔 完全沒有進食 就只有不斷地喝水 因為那個暈眩真的是 當然我有起來就是去上廁所 因為一直喝水 那我才記得我就是 跌坐在馬桶上 然後非常的痛苦 然後告訴自己 我可以活下去這樣 那就這樣子 過了三天 直到第四天 我終於有力氣爬起來 然後因為我的夥伴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起來 因為我們必須要輪流開船這樣 所以我只好鼓起精神 然後起來 不過當開始身體慢慢地適應了 在海上的生活之後 其實一切似乎就變得沒有那麼的困難 尤其是在夜晚我們必須也要開船 那我記得在晚上的時候 其實在海上的那個感覺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只有星星跟月亮 然後一片漆黑還有你眼前的羅盤是亮的 其他都是一片漆黑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第二次開船的時候 掌舵的時候 那時候突然 本來船數大概只有六節七節 突然風速開始增加 讓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本來一開始很興奮 因為會覺得 哇這個船終於變得比較快了 因為一開始好慢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都是靠風力 所以當風來的時候 你就會很興奮 可是越開越不對 七節八節九節十節的時候 而且這都大概短短在五分鐘之間 這個速度就瞬間上升 整個船隻呢已經左傾了 大概左船船已經都貼近水面了 接近快要九十度的這個角度 我非常的緊張 然後一直問我旁邊的夥伴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想要船毀在我的手上這樣 然後這時候船長呢就跳出來 然後很迅速的教我們怎麼樣去把船穩住 然後收帆然後穩定下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大海上的航行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航海的經驗 那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雖然說我們的帆船工業 其實是全世界有名的 但是我們似乎很少有機會 真的到海上去看看 那在海上呢其實也是 因為只有我們這艘船 跟一萬五級的大海 或是偶爾呢 經過我們船旁邊的這些海鳥們 或是鯨豚們 所以其實在海上真的還滿 沒有什麼太多的娛樂 那等到開始呢適應了海上的生活之後呢 其實你會覺得在海上生活 其實還滿舒服的 因為每天的夕陽跟日出 其實都非常的美麗 當然我們開始慢慢習慣在海上生活之後 最重要就是我一開始 我為什麼會去參加這個航程 就是我們想要去了解 到底太平洋上有沒有垃圾到 那除了用肉眼看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用這種科學的方式 就是這個科學家所設計的這個拖網 那想要去了解海平面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垃圾在漂浮 那這個如果有東西的話呢 它會繞在最後這個網袋裡面 其實這個拖網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必須要兩個夥伴一起把它拉 然後把它很穩定的放入水中之後 那拖個幾個小時再把它拉上來 而且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要不斷地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浪大的時候其實是還滿危險的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做研究的路徑 可以從夏威夷 然後黃色跟紅色的點 大概就是我們有做拖網的一個位置 好 那每天就這樣看著海一直看 都是感覺就是一片的湛藍 其實根本你不覺得有什麼污染很嚴重 畢竟我們在整個二十一天航程裡面 我們根本沒有看到任何的人 甚至只有看到兩艘貨輪跟一艘雨船 而且還是非常的遙遠 所以你會覺得那真的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怎麼會有污染在這裡發生 但是呢我們還是發現了一些東西 最常見的就是這些漂浮的 漁業用的廢棄浮球 在我們觀察的這個 肉眼可以看到的這些垃圾裡面 這些漁業用的這些浮球呢 大概就佔了百分之五十 那當然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廢棄的 這些被丟棄在海裡面的 這些廢棄的漁網 那這張照片其實得來非常不容易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漂浮在這樣一萬五積的大海上 那我們有一位韓國的攝影師 為了想要更了解它實際的狀況 所以跳入了這個汪洋大海裡 那其實大家知道 當你跳入這個海裡面的時候 在大洋上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海流的狀況是非常的不確定 所以如果一不小心 當你失溫或沒力的時候 其實船上的人根本找不到你 但是它帶來的照片更讓我們驚訝 是因為這個漁業用的這個 廢棄的漁網下面呢 有非常多的魚 群居在 有小魚到大魚都有 那還有一些魚呢 它其實是被困在這個漁網裡面 那這些都是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 那我剛剛有講 我們用這個拖網 去拖這個海水表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很 我覺得這個海水看起來這麼的乾淨 怎麼可能拖到任何的東西 但是呢 我有帶了一個 在這裡喔 謝謝 但是實際的結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這一瓶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投影片 就是當我們拖網拖上來之後發現 在這麼清澈的 看起來沒有污染的海水裡面 竟然充斥了這麼多的塑膠碎片 那除了這麼多的細小顆粒之外呢 其實還可以看到有牙刷 甚至塑膠玩具金剛等等 甚至我們在我們調查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抓到了一些魚 那這魚的肚子裡面 也有這些塑膠碎片 大家可以好奇說 為什麼這些魚類會吃到這些塑膠碎片 那其實當我們仔細的再去看 拖網裡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除了這些塑膠碎片之外 還有各式各樣的浮游生物 從螃蟹蝦子啊 或是一些羅貝類的 非常幼小的這些幼蟲之外呢 還有魚卵 甚至水母等等 這些浮游生物全部呢 都會被我們一網打盡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海洋生物 會去吃這些塑膠碎片 它為什麼就挑著吃就好了嗎 它吃它應該要吃的東西 可是當我們在撈網的過程之後 當你撈上來之後你會發現 原來這些塑膠碎片跟這些浮游生物 它們是共享在同一個海水表面 你根本很難都去區分 哪些是塑膠碎片 哪些是浮游生物 這很像 那它的密度是怎麼樣呢 就很像如果你今天喝一杯珍珠奶茶 你吸了一口 發現說為什麼怪怪的 可能裡面有七顆珍珠 但是你發現其實只有一顆是真的珍珠 其他六顆呢都是保利用做的球 就是那樣的感覺 當你今天要求魚它吃一口東西的時候 它這樣一口下去 它可能就吃到很多這些垃圾 大家知道浮游生物其實呢 是海裡面非常重要 在生態系裡面也講非常重要的一個生物 因為一群生物 因為從小魚到金魚 全部都是吃這些浮游生物長大的 所以還沒有這趟 開始這趟旅程之前 我一直在想 既然如果海上真的有這麼大的一個垃圾 涡流或是垃圾島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把它清除 人定勝天嗎 但是讓你看到這樣的情形 請問我們要怎麼樣去區分 這些浮游生物跟這些塑膠碎片 到目前為止 其實人類還沒有能力去 把這樣子的問題解決 所以海洋垃圾窩流 這個問題的確存在 而不幸的是 我們似乎還沒有想到更好的解決方式 那除了這些生物會吃這些垃圾之外 其實科學家更發現 這些塑膠碎片 它還會沾附著 我們從陸地上的這些污染物質 大藥性DDT這些農藥 當它流入了海中之後 它會沾附在這些塑膠碎片上面 所以當這些生物吃下它之後 其實經過15點的累積 最後很可能就會反映在人類的身上 所以這樣子的問題 我剛剛提到其實它一直持續的在發生 不只是在北太平洋 目前呢世界各大洋 科學家都慢慢發現 有這樣子的一個垃圾窩流區慢慢在形成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如果大家仔細地去回想 塑膠在我們的社會 什麼時候開始這麼普及 其實並不久 大概在50年 50年前塑膠才開始慢慢地普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塑膠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物質 它耐用 它有防水 它甚至可以做成各種的形狀 但是我們對它的態度是 所謂的throw away 用過幾丟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塑膠其實是沒有辦法分解的 它只能夠不斷地不斷地裂解成非常小的這些碎片 但是它不會消失不見 就算人類有一天不在這個地球上 塑膠還是依然會存在 所以我們該怎麼做 其實我不敢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而是我把這個事實帶回到台灣來 那我希望大家更重視這樣的問題 也許海上的問題 我們已經沒有太多能力去解決它 但是我們可以解決的是陸地上的問題 大家知道海上80%的這些垃圾是來自於陸地 從這個台灣親近海洋行動聯盟 他們做的這個調查 他們就是每一年會去海邊淨灘 那他們不只是撿垃圾 他們去看說這些垃圾的來源是什麼 你可以發現第一名塑膠袋 還有免洗餐具等等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而這些東西也都是在我們海灘上最常可以被發現 當我們人類走到海邊 我們沒有辦法繼續往海上航行 或是沒有辦法繼續往前的時候 這些垃圾它會隨著撲亂 不斷不斷地流入大海 而我們就沒有辦法再解決它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我雖然用塑膠但是我會做好回收 我不知道多少人了解 我們現在所用的塑膠種類裡面 大概只有寶特瓶它的回收效率是比較高的 其他大部分的塑膠它沒有辦法再回收再製 它也沒有辦法用粉燒的方式 因為它會污染環境 所以它只能用什麼方式 掩埋 掩埋場大部分其實都是在海邊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那這些垃圾其實很有機會又再流入大海 因此我希望在這裡 透過這樣的航程我能夠希望大家能夠更重視這樣的議題 然後從日常生活做起 減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膠物品 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到海上去清除那些垃圾 我們沒有辦法去叫這些海洋生物不要吃這些塑膠垃圾 但我們可以減少這些塑膠物品的產生 最後就是如果你到了海邊有機會看到這些塑膠物品 請記得把它撿起來 因為當它流入大海之後 你真的沒有辦法再把它撿起來 每年大概有十萬隻的海洋生物呢 持續的受到這個海洋塑膠垃圾的污染 因為喜歡海洋 所以我開始透過不斷的親近海洋 然後這樣的航程去了解事實 我希望能夠更多的人透過了演講去瞭解 現在海洋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如果你也喜歡海洋 希望你可以一起跟我行動 謝謝 謝謝